如何修復正在執行Windows 11 但意外重新啟動的 HP 電腦 如 HP 電腦隨機重新啟動,你可以採取幾個步驟來解決此問題 步驟一,停用自動重新啟動選項而檢視錯誤訊息 如自動重新啟動設定以啟用,可能會發生錯誤而不顯示 停用此事項可讓電腦顯示錯誤訊息而非重新啟動 你或許能夠利用錯誤訊息中的資訊來解決此問題 再工作列搜尋並開啟檢視進階系統設定 再啟動及收復部分中選取設定 取消勾選自動重新啟動旁邊的方法,然後選取確定 重新啟動電腦 現在,當問題發生時,會出現一個藍色屏幕 並顯示有用的資訊而不是自動重新啟動 你可以利用錯誤訊息中的資訊來尋找解決方法 原問題仍然存在,請繼續執行下一步 步驟2 檢查硬件故障 透過執行Windows版HP PC Hardware Diagnostics 你可以隔離並識別HP電腦上可能導致電腦意外 重新啟動的問題 新款HP電腦已預先安裝 Windows版HP PC Hardware Diagnostics 利益可藏網頁 HP.com ForwardSnap Go ForwardSnap Test Center ForwardSnap PC Dex 下載 如要在Windows中開啟此功用程式 請搜尋並選取Windows版HP PC Hardware Diagnostics 單出提示時,選取是 允許應用程式變更電腦 選取電腦測試 你可以執行兩種系統測試來診斷硬件問題 即系統發速測試 或系統廣泛測試 HP建議先執行快速測試 以快速檢查電腦 選取開始快速測試 快速測試開始可能需要幾分鐘才能完成 測試完成後 每項測試都會顯示通過或失敗 如要取得更多資訊 可以執行廣泛測試 次項測試可提供更詳細的硬件狀況資訊 如測試失敗 請選取失敗訊息旁邊的查看描述 並記下24位數字的失敗ID 如需協助解決軟件故障方面的問題 請前往HP.com forward snap contact HP 然後按照提示獲取電腦的保養選項 如問題仍然存在 請繼續執行下一步 步驟三 更新BIOS 以解決Windows 以外重新啟動的問題 透過HP Support Assistant 更新基本輸入輸出系統BIOS 可以解決以外重新啟動問題 HP Support Assistant 已預先安裝在Sync的HP電腦上 你亦可從support.hp.com forward snap HP support-assistant 下載 而要在Windows中開啟詞應用程式 可搜尋並選取HP Support Assistant 在裝置項目下 選取更新 如有新的BIOS更新可用 請勾選更新旁邊的方法 然後選取下載和安裝 下载完成后,重新启动电脑 原问题仍然存在,请继续执行下一步 步骤4,执行Windows系统重设 执行系统重设会将Windows重新安装到可用的最新版本 同时保持个人数据和大多数Windows设定不便 在桌面搜尋并开启设定 在系统设定视窗中选取复原 选取重设此电脑旁边的重设电脑暗流 画面会显示一个视窗 当中会有几个如何重设电脑的选项 按照提示操作,并根据重新设定编后来选择 以完成重新设定 如问题仍然存在,请继续执行下一步 步骤5,解除安装最新的Windows 11更新 如执行Windows更新或自动更新后开始出现意外重新启动 请解除安装最近的更新 在工作列搜尋并选取,解除安装更新 找到最新的更新并选取解除安装 按照提示操作,继续解除安装 并在解除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电脑 有关更多实用影片,请前往HP支援YouTube频道观看